總統蔡英文在高雄的競選總部 明天即將要成立了 而看到神秘嘉賓當中 96歲老阿嬤非常期待 她特別準備了客家訴訟 要在明天親手送給蔡英文總統 祝福她可以順利的連任成功 96歲老阿嬤這幾天都在廚房忙進忙出 端出這一鍋 已經加入香料炒熟的紅糯米 準備要開始包粽子 仔細叮嚀家人隨時備料 阿嬤坐在餐桌前陸續加入素火腿 花生還有鳳凰果 包成傳統的客家訴訟 要在16號蔡英文總統南下高雄時 親手奉上 老阿嬤年輕時就守寡 靠著綁粽子養活五個孩子長大 特別能夠感受到蔡英文總統 在福利政策上的用心 一想到即將可以看到小英總統 這幾天都沒有辦法好好睡 心情也相當激動 阿嬤已經選好兩套洋裝 好好打扮一下 要帶著這些精心準備的客家粽 還有鳳梨當面向蔡英文總統獻上 祝福連任成功 記者楊宗明高雄報導